好 萌兽阿嬤 又欣姐一家人 跟十七只宠物 就这样子生活在北投 这个画面实在太和谐了 而且据说现在还要在北投 再开一个萌兽乐园 为什么会锁定北投啊 你本来就住那边吗 我自己以前18岁在北投破产的 后来我到国外去工作 然后回来台湾的时候 我就觉得从哪里跌倒 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所以我又买在北投 那因为我喜欢住的房子很大 那时候我也没有想过 我会养那么多动物 所以我就买了还蛮大的房子 但是那个时候 如果我那时候我知道我要养冬 我可能装修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 对 因为其实你们家里的一些用料 真的很厉害 什么钢琴烤漆啊 种种种种 但未来你还要在北投 再去做一个乐园这样子 对 我现在有买一个三千坪的地 然后在北投跟淡水的交界处 到时候会弄一个萌兽乐园 但是我们还是很好奇啊 为什么是在北投呢 因为那边很舒服啊 而且就是说它地够大 然后动物的话离我家也近啊 我要照顾它们也都很方便 应该还是多少考量地价房价 地价房价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北投的部分呢 其实它在未来的涨势 目前在以台北市来讲啊 北投是少数还没有涨上来的 台北市的区域 所以我觉得它的空间是比较大 大全哥怎么看 事实上北投的环境是真的不错 严格讲起来阳明山脚下嘛 那整个环境各方面 其实真的是不错 相较于台北市 你说大安区大安森林公园 你养个羊驼看看 对啊 开什么玩笑啊 对不对 那个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我们刚才讲 淡黄区这档事 大概就不要想了 那淡白区也要挑啊 你说淡白区像什么万华啦 大同那可能街道巷弄都很小 你可不要说 不太适合动物 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 大概其实真的有机会养的 大概文山区啦 靠近木栅那边啦 内湖区啦 靠近山那边啦 大概北投区靠近山这边 感觉上比较有机会 确实房价地价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否则的话 养这个伺候这些老祖宗 平常就已经不得了了 你还要给他一个空间 那开什么玩笑 对啊 这样不管是羊驼 还是我们的猫猫狗狗 都是我们的老佛爷 那没关系 我们先不求 3000平的萌寿乐园 我们先来个 30平自己的家里啦 就要问一下蒋医师了 那如果一般人 我们下定决心 要在家里养个猫猫狗狗 或是其实水屯菌 或是兔子 现在也很流行养兔子 家里需要怎么样的条件 空间大小 是适合一个 宠物居住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 毛孩他们需要的空间 没有需要那么多啦 对啊 他们就需要一个地方 可以好好的 安静的睡觉休息嘛 对那这样子 就算你是养一只很大的狗 我觉得也没有需要说 环境有多大 因为这最主要 他还是需要出去散步 对这个其实才比较重要 那回到家里 他就是有一个 安静舒服的地方 可以休息这样就够了 就像我有些朋友 是特别把家里的门下面 都在特别找一个 就是宠物可以出入的门 还有有养猫的人啊 家里可能会做一个 防止他走失的这个门 以免他从纱窗这样子跳出去 好奇心会杀死一只猫耶 对真的 对啊 这个就很重要啦 就刚提到的 那个猫 对 猫 就好奇心杀死一只猫 这是真的啊 他们有一些 可能是你住高楼层三楼以上 其实大家不要以为猫咪 从多高的地方跳下去 都没问题 对 有命乖猫 对 对所以这个安全一定要弄好 对纱窗什么 有没有拿来松掉 猫咪逃走 甚至坠落 这个其实以前在医院 都会看到的 就是坠落的猫咪 其实三楼差不多 其实对任何小动物来讲 跳下去都不得了 人也是嘛 对不对 我们刚才知道为了给宠物 一个完美的家 比方说猫咪要有垂直空间 或是有一些门的安全设计 但是其实我们不只给他一个家 我们要让他出了家 也是一样过得很开心 所以现在很多人啊 在买房子的时候 是真的为了自己的宠物而买 像我之前就曾经听过 有人为了自己的狗 去买了一个三百万的套房 我自己都还没有住 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 租房子多辛苦啊 大全哥 我们租那种超烂的亚房 现在是有人为了自己的狗 而只愿意买三百万的套房 那到底哦 其实跟这个毛海有关 大家都想要住在绿地附近嘛 那这些双北 这些绿地附近的宠物宅 我们怎么挑 房价怎么走呢 其实我们看到城市里头 都会有些小公园啦 多少大小而已 但是问题是 真的要能够让狗狗又跑又跳 或一个比较开阔的环境 其实双北来说 大概河滨公园还是比较适合的 当然 台北市主要是基隆河沿线 那新北市主要就是大汉溪 新电溪这几条旁边 我们大概简单看一下 房价部分 大概最神勇的 当然大值不用讲了 当然 不要说人连狗都很尊贵 对 好狗命 对 房价动不动一百多万 这我们就先跳过 先跳过 然后我们再来看 其实现在为什么 这张板子要告诉大家 因为最近也在打房 你可以看看这个机会 绿色的部分 基本上是房价有点下跌的地方 红色的地方是房价上涨的 你看到什么 其实台北市的房价 是在相对的下跌的 对 然后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有几个不同的原因 我大概跟大家简单想 民生社区好不好 好都不得了 对不对 民生社区好都不得了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 房子都太老了 那你也知道都根都很难 对 对不对 都根都很难 所以变成老房子 它越来越不值钱 虽然它环境好 所以我觉得观众朋友讲说 如果它房价如果下来 我是真的跟你说 其实那边的买气室 你走马上就有人进来 因为席次有限 但是你不要去等都根那件事情 都根就太慢了 同样的问题也是出在哪里 譬如说像松山区 松山区这个迎风公园 旁边是什么 就是饶河街 其实观众朋友 如果最近有去绕绕 其实饶河街生意变得很差 有 现在很多店都倒了 对不对 很多店都黑掉了 那当然也是因为这样子 开始有一些都根的机会 但是实际上话说来说 那个环境的部分 如果你喜欢那河滨公园 其实它相对的房价还是OK的 因为有些新的改变会出来 另外一个在哪里 就是文山区 对不对 郑大士星这一条的 从景美溪一直到这个 新店溪这一路过来 其实这个感觉是不错的 文山区相对就是刚刚讲的 其实它的环境各方面不错 但是问题一样 文山区有什么东西 景美夜市生意很好 你夜市越好 都根就越慢 对不对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是从房价角度来看 涨的部分在哪里 新店现在涨很多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最近有没有去碧潭风景区 最近设计得好漂亮 对啊 人跟毛海的乐园都在那里 人也是乐园 你坐在那个旁边 有那个什么咖啡厅 演唱 那感觉真的感觉很舒服 规划得很好 规划得很好 而且那个尺度又很大 那河边 让狗狗去跑 跳其实感觉不错 所以新店最主要是因为 有个央北重画区 最近房价拉得很高 所以它就会被带动 被带动 那另外两个就很厉害了 板桥和中和 这讲的都是因为重画区嘛 对不对 什么江翠重画区 大家都听过啊 对不对 之前什么四字头 一不小心现在就快七字头 板桥长超多的 板桥长很多 之前二三十 现在都长到七十几了 就这么回事 然后呢 而且又河岸 对 河岸 然后再来讲 华中 华中那边就有华中和平公园 一边是万华 一边是华中 那一样那边的房价 其实都拉得起来蛮高的 特别要讲的是 其实大家可能对永和感觉上 是比较觉得 局促一点 拥挤一点 但是永和旁边有个非常厉害的 叫做绿宝石和平公园 哇 那个size无敌大 那个size无敌大 待会其实可以 医生可以稍微讲一下 就是那个 那个其实 可能环境对于这种猫猫 狗狗猫猫 它的那个心情可能也会好很多 像我们那个狗 在平常在公园里头遛一遛 好像感觉就这么回事 就尿尿啊 闻一闻就算了 密了密了 大家看到大草地的时候 那个是会 那个是会跳的 会跑的 就变成狮子王的概念 对对对 是真的有那种感觉 它在那个大草皮上 那个很高兴 如果你是养大狗的话 真的就要有附近 有公园绿地 我相信对于它们 才会有真的好狗命 像那个刚才大群哥提到的 永和的绿宝石公园 是不是就真的是 六狗天堂 那大群哥刚刚讲的非常好 就是狗狗 你这样子关在那个房子里面 它其实还是要出来运动吗 在台北市的话 其实公园还是 它还有一个限制 就是还是要牵着 大部分时候还是要 所以你去这种 和平公园的话 这个绿宝石 我自己就常带我家狗狗去 很推荐 它是不是大狗小狗有分区 对它有分开来 对所以就是你看你 你比较担心你家狗狗 跟别的大狗会有危险的话 那你就去小狗区 很多人遛狗啊 六一遛狗就是跟狗打架 打得头破血流 然后四祖自己还要吃官司 对 因为像很多人遛狗遛到最后 是被狗遛 就是被拖着跑 我常常看到这样的画面 那就也是有一个网路的说法 我们来把它厘清一下 到底这个遛狗的牵绳 如果人不想被狗遛的话 它绳子到底是要长好 还是短好 我自己的看法是 它要比较短比较好 大概怎么样到叫短 我觉得可能像这样 可能90公分 你稍微拉起来 你那个绳子就可以 就是有站立了 就可以控制好 你不要说绳子很长 你要拉很久 才可以就是把宠物控制下来 像这种绳子 其实它有弹性啊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拉的时候会比较有弹性 比较可以控制 对 那又欣姐呢 我们的萌兽阿嬷 你对于现在台湾 你现在已经很致力于 在这个宠物的 宠物权的发生 你看这个北中南 三个地方 就是我们整个大区域 你觉得对宠物友善的程度 都市怎么样 好 因为我自己目前 有成立一个 动物权益出境会 那主要的部分 就是为动物发生 那其实因为 其实像在国外 毛小孩 已经是很多 他们都会有宠物基本法 那台湾你看 有400万只毛小孩 那就等于有800万个毛爸妈 等于有1600万个毛公民 等于有1600万个毛家人 那其实我觉得 我们要怎么样 把毛小孩变成毛公民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那其实北中南 有很多地方 到底有没有宠物友善的 或者是我们大家 养那么多动物 要让他们有一个 好的环境 所以其实我看 现在目前 在中部的 一个叫中正公园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有兔子专区 台中的北区 中正兔子专区 给兔子留的地方 对 在台中的北区 西屯的跟北屯 有邪人跟星平公园 他们是让大狗小狗 也是要分区 这是现在很重要的概念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因为兔子的话 它喜欢洞 像我们家兔子喜欢钻洞 所以它这边都会有一些洞 可以给兔子 其实毛咪也很喜欢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由宠物友善的区域 给动物可以去溜 我觉得很重要 台湾已经超过 250万只毛小孩 并且每年 还以10%的速度在增长 就是我们那个 而且这只是还不包含黑树 因为有些人的毛孩 不见得会去帮他登记宠物晶片 但是光是这样 就已经超过了新生儿的数量了 我们好不容易把这个 蒙兽Michael我们的好可爱的羊驼 请到现场 因为又欣的写的家 养的宠物其实不包括只有羊驼而已 还有很多什么 还有兔臀 水臀 然后两只长耳兔 然后一只猫 一只狗 还有两只驴 我们就要带您到它北投的豪宅 简直就是民间动物园去开箱了 欢迎来到全能事务所 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是 首先我们就来看草泥马 我真的不是在讲脏话 是真的活生生的羊驼 就在这里 但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这边看起来就是一个家里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 什么生态园区啊 动物世界 因为呢 这里是一个 北投的豪宅 两只羊驼就在这边 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 而负责养它们的呢 也不是那种动物园园长 会戴遮羊帽的那种叔叔 有没有 而是我们的龙兽阿嬷 又欣 嗨 韩主 欢迎你来我们家 你说阿嬷 你这真才根本是少女啊 因为我是她阿嬷 我儿子是她爸爸 所以我就成人公说阿嬷 所以家里的动物全部都叫阿嬷 阿嬷 那你养这两只 养多久了 麦可 你越越了 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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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麦可 来 坐下 坐下 有在听阿嬷的话 坐好 好乖喔 这真的不是你租来的 麦可 亲一个 亲一个 好可爱喔 你要不要亲它 我可以吗 可以啊 亲姐姐 我不会被痛狂甩猴 来 我会 亲姐姐 姐姐 那里 那里 姐姐 姐姐 亲姐姐 亲一个 来 姐姐 来 姐姐 第一次有男人这样拒绝我 姐姐 姐姐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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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有敷衍耶你 敷衍耶 再一个 亲姐姐 我不是她的菜是不是 亲姐姐 姐姐 姐姐 亲 那这个 还是你要嘴对嘴 来 这里 这里 亲姐姐 有 有了 这种湿润的爱 好听话 你做得很好 乖乖 这些你是花很 首先你养多久 MICLE的话大概三岁 三年了 三年了 其实感觉这样的空间 就已经让他们觉得很自在了 对 然后可能要缺冷气 对 她一定要缺冷气 因为她太热的话会热衰竭 然后可能就会 呼吸不过来 就会走掉 那要吃什么 她吃草 吃草 然后她要吃欧柔肥 欧柔肥是我们给她的保健品 就是说简直她叫欧柔肥 因为吃了就会变胖这样 但她为什么上厕所这么乖乖 她会在尿布店上上厕所 我觉得没有很久 因为我觉得她也蛮聪明的 大概她来了以后 固定的地方上厕所 然后我就会拿那个尿布店给她 沾了她一点她的那个厕所 上厕所尿尿 然后她就会固定 就是要上厕所就去那边 好可爱喔 还有什么照顾得要注意的事项 就是不能给她们乱吃 那种淀粉类的东西 很胖 因为她们的胃是 没错 她们的胃是她们的第二个心脏 所以她们是只能吃草 只能吃纤维质 如果你给她吃淀粉太多 她的胃就会脏气 一旦胃脏气就会暴毙 这么严重 对 所以像之前我带她去早餐店 那个早餐店老板看她很可爱 就给她疯狂吃吐司 我一跟她说来炒个蛋饼 什么什么 没有 她就特别爱 她就疯狂吃 那要上厕所了 那你要补垫上 对 好听话喔 对 然后后来我就看到 她就是整个跪下来 没有办法站起来 就代表她胃脏气 然后我就很紧张 赶快带她去医生 然后医院急诊 就打了一个那个 消脏气的诊 不然她可能抱以后 可能会瞬间暴毙 天哪 然后还给她听佛经啊 哈利路亚啊 什么都给她听这样 还有可兰经啊 还有她些什么 佛经有一个叫做 那个钥匙佛德哥啊 她说 YAMAHA 没感觉 没感觉 她就越听就没感觉 然后就好了 这个 这个 这个确定能播吗 我们唱会不会 有点散播不实消息 没有教育意义 是这样喔 对 但真的 可是她真的听完没感觉 她隔天就好了 好赞啦 对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 这么可爱的Michael 那另外一支就是那个 GAGA 她有 就是 公的 母的有什么 我觉得是差不多 但是母的话 我觉得个性比较没有 在温和 她会把Michael当领导 所以像Michael 如果我不站 因为我是Michael的领导 所以如果我不站Michael 就会焦虑 那GAGA是如果Michael不站 他就会焦虑 真的是个很 嫌内住的概念 对 但既然身为是萌兽阿嬷 我相信你应该不止 有两支羊駝而已吧 不止 我们楼上还有很多可爱动物 可爱动物区 对 这豪宅 就是为他们而打造的 走 我们去看 然后这边再进入工作区 对工作区 但最重要的还是 可爱动物区 独一无二的可爱动物区 对 登 里面也很可爱 哇 太可爱了吧 有Corebar啦 天呐 对不起我 我流雨了 这怎么可以 这样子这么多小动物就在这边 对 一个一个来介绍 这个的话是虎猛 虎猛 我知道马达加斯家里的那个 对 他喜欢靠近我们 好可爱 他在我们的脚边 这个该会也会轻轻跟 匐匐前进吧 他会给你抱 然后像我抱他的时候 你看他喜欢镜 他超喜欢镜头的 他那边穿一次把摄影大哥的镜头 就是一直在镜头前面 想红 对 想红 那像狐猛是吃什么 狐猛它是杂食性的 他现在我都给他吃猫吃料 对 那他吃小狐狐的时候 就是喝羊男 也是不好准备 对 他们都是蛮特别的 因为要为每一只不同的 动物克制吧 对 像这边 这边有一只 这只好好笑 龙猫 龙猫 这它很可爱 它叫Jamie 又有别的音乐了 你很可爱 好可爱喔 好像一只那个 卡通上的小老鼠喔 對啊 小胖鼠 所以它也是吃雜食吗 对 还是是草食 它主要是草食 但虎猫是杂食 它的毛很膨 你可以摸它的毛 它毛很好摸 好 好细软喔 我觉得龙猫很高分 那它这个疗愈程度很高分 對 而且它很好照顧 對 就是注意溫度 然後它洗澡的時候也很方便 就給它沙子滾一滾就可以了 更方便喔 對 好 那接下來 這好像很方便的 還有下一隻 我們來看我們的大耳兔 大耳兔 我們的大耳兔 有一點像是那個 小飛象你知道嗎 Bumbo 有耶 它的耳朵非常大 這個也可以放出來嗎 可以啊 嗨 農骨 農骨 兔兔的話它主要都是吃 一個這個 吃這個 這個 然後還有它的草 平常吃的草 那會會臭臭嗎 還好 那很多人說兔子會怎麼越養越聚 聚到嚇一跳 它大概最多就這樣了 還會再大 大概最重可以到差不多15公斤 現在幾公斤了 現在喔 它的話大概有10公斤 它的話可能5 6公斤 這個是可以抱抱的嗎 可以啊 喔喔喔喔 手 手脫的屁屁 手脫的屁屁 對 屁股要另外一隻 對 這樣 不要 不要怕 OK 好 脫屁屁脫屁 乖乖 乖乖乖 乖乖乖 乖乖 喔 好 動物如果緊張的時候 就把眼睛蒙起來 它就會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喔 對 然後我們自己抱 跟他們接觸的人啊 自己也不要緊張 因為如果我們緊張 他們就會更緊張 我懂 我懂 對 但妳這張真的很有效 妳學起來了 因為我們家的貓咪 有時候緊張的時候 我們也是會把牠臉蒙住 喔 真的也很療癒耶 擦得吐 好 但是看完這幾隻之後呢 我發現還有另外一個蒙蟲 牠坐在沙發那邊 已經不爽很久了 牠就想說 本大爺在這邊 水豚君 牠是女的 老娘 老娘那就是等我們很久了 是不是 就是 老娘過來 過來 水豚君 我都一直看到牠們在水裡 我第一次看到牠是在沙發上 這樣子很Chill 這樣 是 水豚君界的總裁就對了 對 對 對 牠會這樣坐在這裡這樣子 就是這位置是我的這樣 那也不怕牠抓壞沙發喔 抓壞就會換一個啦 喔 對 霸道真正的總裁在這邊 人家水豚君都會清清 就是妳剛才講清清 還是會清清 來 清清 好可愛喔 快 握手 我握手 握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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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握握手 Yes 這是水豚君界的愛因斯坦 因為就是 智商很高是不是 我們這樣子好像三隻都會 嗯 對 三隻 對 那為什麼水豚君沒有待在水裡 有啊 是不是他會有他們的水 然後外面還要放在水池 所以他們有時候進來 或是出去外面曬太陽 然後在水池裡點泡水這樣 好 那重量水豚君 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就是要有水 嗯 對 就這麼簡單喔 然後也會有 因為他們的牙齒 因為他們牙齒會一直長差 然後就會導致他們的嘴巴受傷 因為牙齒很硬 那你怎麼弄他的牙齒 就是要幫他看牙 或是常常在剪他的牙齒 我會有一堆他的牙齒 他的毛摸起來 對 很像那太刮布 對 對 對 哇 感覺會刮傷鍋子 就是那種鍋 對 對 但是他就不會親別人嘛對不對 會啊 會啊 你剛剛都親親他來親 那我要先挑戰一次 自己的魅力 對 對 你把手呢 看 讓他看到紅蘿蔔 我要摸起來 摸起來 剛剛說親親 親親 親親 哥 親親 妳不要看 親親 那裡那裡那裡 給他看 紅蘿蔔這裡 紅蘿蔔在這裡有沒有看到 好 摸起來 喔 摸起來 親親 先 先 先辦事 我們先那個 迎貨兩氣 先辦事 親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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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親親 親 親 嗯 好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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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之吻 對 這個叫先蓋活 你看才是衣服很怕的樣子 待會再 待會記得開勞報喔 發票都可以 很可愛 那他的 他的眼睛也是很萌 而且他完全 他的視覺是怎麼樣 他們這種 草食性的動物 他們眼睛其實都不太好 都是看旁邊兩邊 像馬 對 還有這種就是 梁桃他們都看兩邊 不像我們人是往前看的 對 所以他們都視覺都不太好 所以他們都是比較認味道 因為我剛才經過他旁邊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很嚇 對 然後我就聽說說 因為他們看的是旁邊 所以你其實光經過的時候 他就已經覺得嚇到了 對 你要靠近他的時候 可能要用蹲低的方式 對 所以是要這樣子 要跟水平均互動的話 就是要蹲在他旁邊這樣子 對 比較驚嚇到水腿 因為還有一個很少見的 就是兔臀 對 這個兔臀 他跟水腿其實是同科的 只是他是有兔子的特徵 比如說他耳朵比較長 但是他其實你正面看 他們的臉有點像 他像好多動物喔 有點像鹿 有點像袋鼠 有點像兔子 對 很少見耶 很可愛 台灣有多少隻兔臀啊 很少喔 好像 不到兩百隻 那照到兔臀有什麼 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嗎 1 而且它會怎麼一直 1 牠只是你可以聊天 對 牠溝通的方式 所以我要跟它 嗯 很小 牠接下來就是會一直 Murru murr這樣 這是牠的特性 對 好了 怎麼樣 因為牠是手養的 一般這個兔臀是很不親人的 因為牠是野生的 但牠其實是 因為是手養的 所以牠是幫我當媽媽 你看牠現在喝奶了 想要喝我的妹妹 還有汗 我又現在看到你的小拇指 對 反正看完這個蒙寵園區之後 我真心覺得 就在這邊 都住得比我家的房子還要大 我們直接把羊駝本駝帶到現場 Michael其實是個廣告明星 對 他的流量的話 大概六個月TTO上面就破億了 破億 可以分 那我蹭一下人氣可以嗎 因為其實他是 當時我是領養回來的 對 我開始 我們家本來是有養一隻貓一隻狗 那貓是自己來生的 也算是流浪貓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我的兒子 那時候就是說 他也想要有自己的小孩 貓小孩 那我想說讓小朋友 也可以學會怎麼樣子 愛護動物 所以我的朋友 他們剛好在南部那邊有個農場 然後他的農場 總共有二十幾隻羊駝 可是因為台灣 就像剛剛講的 看醫生非常的貴 尤其是這種特殊寵物 光是一隻羊駝 看一次醫生 檢查師就要一萬塊 蛤 20隻就是20萬耶 對 然後台灣的氣候 其實不太適合羊駝生長 因為台灣的氣候又濕 然後又熱 那一般他們在高原上面 其實是屬於比較乾冷的 所以當時他的 他的羊駝就是生病了 有些皮膚病的 然後有些熱衰竭的 所以他就說 他的羊駝看一次醫生 就要一萬塊 二十隻就要二十萬 他復不起 所以當時後來他們就染疫 然後就生病 就剩下Michael一個人 然後我朋友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把他帶回去領養 那我心裡面就在想說 羊駝 然後我就問我兒子說 有一隻羊駝 看到你的照片 覺得你很適合當他爸 你願意當他爸嗎這樣 相親的概念 半路任爹 對 他現在的乾爹很多 他蹦恰恰碰個也是他乾爹 所以他也變成我乾兒子了 就變成是Michael來到你們家的 這樣子之前的一個 溫馨的小故事 結果Michael現在被照顧得非常好 還成了一個廣告明星 像平常他剪頭髮 一般的羊駝 如果你要剪他的頭髮有沒有 就要把五花大綁 對 然後用剃的 你去看那個 在那種比如說紐西蘭 或者是在澳洲 他們剃毛都是直接把腳綁著 然後壓在地上的 可是像他就是可以很乖的 給人家剪頭髮 我們剛才發現 板板跟羊駝處得非常的好 對 他剛好還牽在牠身上 本來其實 毛咪看到比自己體積大 那麼多的動物 其實本人的時候會想逃 可是呢 板板居然可以這樣 直接騎在蒙獸上 騎白馬 啊 他也愛妳 對 啊 好可愛喔 好 乖乖 你平常是怎麼安撫牠 就是跟牠講乖乖 好 沒事 沒事 好 先安撫 好 沒事 好 來 爸爸 爸爸 好像我們今天有受益試賽 好 麥可乖 我知道我們板板很可愛 但是呢 你們是 你們是 跨種族的鄉主 是不可能的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麥可最近在發行 看到有毛的東西特別興奮 剛剛的板板是真的騎在 麥可的身上都沒問題 對對對 好吧 那你看 板板讓麥可現在有精神了 我們可以請麥可 示範一些很可愛的小動作 麥可來 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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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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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全哥想不想鎖吻 來 來 大全哥來 來 說青青 青青 講義詩問也來著 我們這間接接吻 人人都要來一個 French Kids 青青哥哥 青哥哥 哥哥 哥哥是哥哥 哥哥 好有愛喔 還有呢 除了青青那也沒有跳高高 可以可以 但是牠跳高高的話 這片銅應該可以喔 麥可來 麥可 麥可 來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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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棒 這樣還可以 跳 跳 你敷衍啦 你敷衍啦 再跳高一點 跳 跳 跳 好不好 跳 跳好不好 要不要 跳 跳跳好不好 跳跳嗎 要沒有 跳跳嗎 跳跳好不好 跳跳 不要跳跳 好來坐好 觀眾太多了 但是其實我們看得到牠敘事待發的感覺 來來來 麥可來 麥可好棒 好來坐下 坐下 乖乖坐好 妳還是想坐下對不對 好來坐好坐好 牠其實我覺得 牠今天走得很忙 真的已經非常非常聽話了 牠看到美女姐姐就特別是 麥可妳還沒親親耶 親親我呢 妳要不要親一下 親親我呢 親一下 嗯 好棒 但是我剛才很多同事想要跟牠親親 但是又是又愛又怕 為什麼 因為牠很大 很多人會擔心說牠會不會吐我口水 其實羊駝吐口水是可以先看得出來的 對 因為一般來講 羊駝吐口水是因為牠生氣 牠才會吐口水 牠的口水如果會有味道 是因為牠開始生氣了才會有味道 一般正常是沒有味道的 牠如果一開始一點點生氣 牠就會吐氣這樣 然後如果說越生氣 牠的口水就會越黃 越綠 可是因為牠長得實在太溫和可愛 我們怎麼看得出來牠在生氣 牠生氣的時候 嘴巴就會有微開 微開這樣 然後眼神就會開始有一點想要瞪妳的臉 這樣 然後就會發出 啊啊啊的聲音 所以牠目前看起來其實是非常淡定 一點都不生氣的 牠現在很開心 盡情的想親就親對不對 你看牠眼神現在多麼的有愛 好可愛喔 但是我們就很好奇喔 像又欣姐你們家有17隻動物 光是每個月的伙食費 好像要到30萬 怎麼樣幫牠剪瀏海 我們今天是不是要示範一下 好 可以幫牠剪瀏海 來 阿嬤幫妳剪頭髮好不好 好香喔 來 乖乖 牠每個禮拜其實都要剪一次頭髮 剪瀏海 所以變定一個文具剪刀就可以了嗎 基本上我在家裡面用的話 會是專門剪頭髮的剪刀 但是牠這個的話是可以的 因為這個夠力 好 我幫妳剪頭髮好不好 嗯 麥可 帶我下面幫我剪 用點刺眼刺 來 來 歐耶 我來看看麥可剪瀏海 好可愛喔 好穩定喔 那因為牠們每一隻的喜歡吃的不一樣 需要的營養也不一樣 所以光是牠們看醫生 因為牠每一個月光一隻啊 就是如果做一次健康檢查就要一萬塊 嗯 那我們家有17隻 哇 所以就是說其實主要來講的話就是牠們的健康啊 還有我有請專門的人 每天記錄牠們的體重 好 但是呢除了這個伙食費之外 那美容費不也很驚人嗎 像這樣子我養一隻羊頭 我怎麼把它弄美美啊 基本上牠的美容都是我們自己弄的 對 因為外面的美容院 牠是不喜歡洗羊頭的 因為牠太大了 對啊 對 牠洗其他的反而比較划算 可以賺比較多錢 那怎麼樣幫牠剪瀏海 我們今天是不是要示範一下 好 可以幫牠剪瀏海 來 來 乖乖 牠每個禮拜其實都要剪一次頭髮 剪瀏海 隨隨便便一個文具剪刀就可以了嗎 基本上我在家裡面用的話 會是專門剪頭髮的剪刀 但是牠這個的話是可以的 因為這個夠力 好 阿嬤幫你剪頭髮吧 嗯 麥可 待會兒下面幫我剪一次 用點刺眼睛 來 來喔 來看看麥可剪瀏海 哎呀 好可愛喔 好穩定喔 阿嬤看一下妳頭髮在哪裡 這是韓式的還是日式的 看一下牠怎樣比較帥 好可愛喔 麥可有沒有比較帥了 而且毛也很順耶 對 牠的毛其實是專門都是像 要有什麼特殊的洗嗎 比方說我還要潤絲還是什麼的 有 有 牠有那個專門佛光山的 因為牠有代言佛光山嘛 所以牠專門洗那個佛光山 檀香的那個沐浴的 怪不得一點都不會臭臭耶 對 而且牠的妝是洗澡喔 洗一次就要四個小時 因為牠要梳毛 對 你看一般外面的羊頭 牠的毛都是黏在一起的 那牠一個禮拜洗一次 就是要一邊洗一邊梳 然後我們光吹風機 就要三台同時吹這樣 很多人對於這貓貓的美容 貓貓雖然不用像狗狗那樣常洗澡 可是剪指甲 也是很多伺主心中最害怕的事情 所以蔣醫師今天也要幫我們示範 怎麼樣幫你們家的貓咪剪指甲 對不對 像這樣子 這樣子推出來 牠的指甲就會跑出來了 這樣子 牠真的很穩重 牠很穩定耶 對 然後你推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啊 牠有一個部分是有粉紅色的 對 然後前面是比較透明的 所以我們當然 那個粉紅色的地方 就是有血管 有神經的 那剪到了就會噴血 然後就會 其實很多人心裡是有陰影的 對對對 這樣子 擠出來 然後 牠還不敢看 臉撇過去 好好笑喔 稍微這樣修一下 牠沒有很長啦 所以我覺得 其實就這樣子修一點點 寧可修一點點就好 不要剪到就是 像這一隻 還閉著眼睛耶 對 那你就可以這樣 稍微這樣 這樣 這是在享受嗎 我不看 我不看 然後我的建議是 剪完了之後 你也不用說一次就全部都剪完 你可以慢慢來慢慢來 這樣子就是 大部分的貓咪不喜歡 就是被限制住 對 所以可以讓牠就是 剪幾隻 休息一下 可以吃一吃 零食 對 稍微放鬆一下心情 對 甚至說等牠睡覺的時候 睡得很瘦 你這樣偷偷剪 你看像這一隻 這一隻也是尖尖的 對 這一隻也是尖尖的 那就 像你看 像現在有點緊張了 要怎麼辦 第一天買完那個牙刷牙膏 然後就覺得 我今天就要全部刷得很乾淨 哦 要慢慢慢慢訓練 因為刷牙這個工作 其實是每天要做的 所以你如果 就是可以讓牠 就是不要那麼緊張 一開始有一個比較好的 這個印象 就比較有機會成功 好 那我大概就簡單戴一下 好大 我們來刷牙喔 對 好 那就有找到一個 大小適中的牙刷很重要 然後我覺得牙膏 因為牠會有一些味道 大部分寵物會比較喜歡 可以幫助牠有一些比較好的 就是聯想 阿 像你看像現在有點緊張了 要怎麼辦 就讓牠休息 讓牠休息 我覺得讓牠休息 讓牠休息 牠喜歡吃肉泥吧 對 對 給牠肉泥啊 讓牠轉換一下情緒 那剛我們提到那個流血怎麼辦 我覺得偶爾難免 對 有時候那個我們狗狗 特別是那個指甲 整個是黑色的 你看不到那個交界在哪 對 對 對 那有時候就難免會流一點血 那你可以事先準備好那個指血粉 可是牠流血就有陰影耶 我們家那隻狗 每次只要一看 就開始叫 對 那個可能就是年輕的時候 牠已經有不好的經驗 不好的印象了 對 對 所以我們自己的反應 也要就是控制 我們淡定牠可能覺得 喔 沒什麼 我們這樣跟著牠一起 就是尖叫什麼的 牠就會覺得 哇 這真的很可怕 把媽媽都嚇得就是嚇死了 所以其實我們自己 我們淡定一點 啊 流血了沒關係嘛 我們幫牠直血 插一下 這樣就好了 插一下 對 可是牠很激動 然後又有陰影的話 我們要怎麼辦 其實這個就是要慢慢慢慢調整 解釋牠 對 去慢慢去調整的 對 我們也不能怪牠 有陰影嘛 因為確實會蠻痛的 對 好 所以就慢慢調整 我們今天板板給 蔣醫師剪指甲是大成功 那希望呢 你可以幫所有 有家裡有養貓養狗的四主呢 可以知道怎麼樣 跟自己家的小孩來剪指甲 那另外呢 比剪指甲更難的離間任務 就是刷牙 其實很多四主會怕怕 有沒有一些簡單的SOP 提招給大家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要讓大家知道的是 就是你刷牙不要急 不要第一天買完那個牙刷牙膏 然後就覺得我今天就要全部刷得很乾淨 要慢慢慢慢訓練 因為刷牙這個工作其實是每天要做的 所以你如果就是可以讓牠就是不要那麼緊張 一開始有一個比較好的這個印象 就比較有機會成功 那我大概就簡單帶一下 好 爸我們來刷牙喔 對 好 那就有找到一個大小適中的牙刷很重要 然後我覺得牙膏因為牠會有一些味道 大部分寵物會比較喜歡 可以就是幫助牠有一些比較好的 就是聯想 對 就是還滿香的 對 然後要刷的話就是 把牠的這個嘴唇稍微拉起來 大全哥幫幫忙 輕輕 輕輕的這樣子 好棒 好棒 這樣子刷 刷就可以了 喔 對 就也不用也不用刷太久啦 對 就是有 對 牠現在比較輕鬆 像這樣子的狀況 我就會建議就是說 你不要今天就覺得全部都要刷完 你可以就是先好 放開來 然後或許就是欸 來 分斷式就對了 對 你先來吃吃吃 然後我們明天再回來再休息 明天再回來然後再繼續 對 然後還有旁邊 旁邊也要刷 對 不好意思 對 就旁邊這樣子 老爸好乖喔 拉起來這樣子 就輕輕的這樣子去刷 好棒喔 對 大全哥平常也是這樣子 幫你們加的柴嗎 很難搞 對 我們那個很難搞 對 不過也是差不多這個意思啦 就是還是要幫牠弄的 但因為牠今天是第一次給我刷 牠第一天認識我 所以我覺得牠會有這樣子的反應 我覺得很正常 已經很好了 那我想問喔 如果像我們的貓貓狗狗在緊張 或害怕的時候 講的是有建議大家怎麼去安撫 因為像我曾經聽過的說法 就是像我們家貓貓緊張的時候 我就這樣子把牠的臉遮住 讓牠看不見 牠就會比較穩定 那這樣子是對的嗎 我覺得要看就是貓跟狗牠們個性 像確實剛剛那個板板 牠剛有一點緊張 我就讓牠就塞在我這邊 牠確實就感覺就比較穩定了 對 或者你可以讓就是寵物 回到牠們的那種外出籠裡面 讓牠冷靜 讓牠冷靜比較黑 然後比較不會被看到 對 那這有什麼辦法